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部長,各位官員,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請李部長 上個禮拜,這個在野黨提出倒閣啊,沒有成功 那您表現也不錯,那被提出倒閣啊,雖然是沒有成功,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我想那委屈到,我是覺得那是一個警訊啊,我們應該要自己提高警覺 是,那其實在很多反對倒閣的這些立法院當中 其實他們某種程度也不見得是完全反對 這應該你也心知肚明 只是說,因為只是,這個行政團隊由陳聰內閣來組成啊 這個大概不到一年 只是覺得好像倒閣沒有他的迫切跟正當性而已 並不表示說啊,倒閣不成功,就表示你內閣做得很好 這不是誇張等號,你想不想 這個我非常清楚 不是倒閣失敗,哦,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很怕說,行政團隊啊,因為這樣覺得啊,倒閣失敗,表示說我們做得非常好啊 所以,這個我們反正繼續做,照這樣一個態度繼續做下去 不過我想應該不會啦,陳聰院長前兩天講說,希望趕快要一周啊,讓行政團隊覺得,讓民眾有感喔 一個月啊,要有所改變,一周有感 可是連王院長,他說這個難度很高呢 我覺得,你有這個信心說,一周或是一個月內要讓大家覺得有感嗎 有那麼容易嗎? 院長他怎麼可以,他今天當然不是對院長做質詢的 那我再問你,你算是第一名啦 雖然這個第一名只有31分啦,因為其他都太差了 所以你也不能太高興喔 你是民調第一名啦,對不對,民調最高,滿意度最高 可是滿意度最高也是只有31.6%啊 只是其他人成績太差了,我全班第一名31分,結果剩了多少分 所以你,包括你們本身也要加油,是不是 我相信我們內政部其實,非常從一年多來我們都非常努力的希望可以改變 換句話說,這個一路走來啊 要秉持著你之前參加這個行政團隊喔,參政的初衷喔 一定要有始有終 那院長講說一個月要改變,一周要有感 你覺得這可能嗎? 假如大家努力抓到重點,當然有可能 我覺得難度很高 所以其實 他是困難的,但是並不代表沒辦法做到 其實我個人的情感上我坦白講 我當然是要配合行政,這個特有執政黨說 反對倒閣,一定要反對倒閣的嘛 可是內心上想說,如果萬里倒閣成功喔 重新再組也不見得不好 重新再組並不是表示說這些隔遠都不行啊 不是啊 就是說,重新又瞧瞧 既然這樣的,好,他借這個機會重新瞧瞧,也不錯啊 對不對,萬里倒閣,你來,上海街行政院長也不錯啊 是不是 不是 我說萬里這樣的話 我沒聽到 沒有聽到,我講這麼大聲還沒聽到 不表示意見啦 好啦,不是在街上海啦 我,我只是打個比方而已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有些時候破壞是為了建設啦 好,不能說,我要拆房子啊 不行,這個啊 有些時候,房子快倒了啊 那現在有人建議是說 那好吧,大概再試用三個月 看情況怎麼樣再檢討 換句話說齁 有一點點歹戲脫捧啦 整體的感覺是這樣子啊 我不是針對個別的閣員喔 喔 部長你還是我意思 整體的感覺是歹戲脫捧 這很危險 所以我希望啊 其他部門我們不管怎麼樣啦 我們自己 部內啊 部長你就 加把勁啊 從520上來之後啊 當然幾個月,四個月不到啊 連續幾個政策啊 坦白講都會有很大的爭議 除了第一個美牛 已經答應人家了 一個國際之間的信任 通過啊 但是啊 FTA 好像指紋樓梯翔不見人下來嘛 其他包括鎮手稅啦 包括奢侈稅 油電雙掌 全部都是負面的感覺 如果說以打球啊 網球來講就直落山啊 就輸掉啦 你剛開始套用到現在幾個月而已了 這四個政策三個民眾負面觀感很大 美牛當然就不用談啊 過了就過了 但是好像沒什麼加分 那接下來就是你的實價登陸 實價登陸 我覺得實價登陸 既然已經 已經上陸了 做就做了 部長你之前講說不會作為課稅的依據 不會 這一點你一定要堅持 絕對不會 不要搞得人兩馬翻 要拚經濟 我覺得現在是拚經濟最重要 雖然你內政部沒有管到經濟這一塊 可是聯動性是很高的啦 是 經濟不只是經濟部長或是經監會主委的責任 或是行政院長其實各部都有關聯性啊 包括你看老委會也有關聯性啊 這部長其實 以一個低大部的一個立場上 其實 你要記得喔 這個再弄下去喔 會 怨聲載道 搞不好就是壓垮 落頭最後跟大潮 部長你一定要特別做 我們會非常非常謹慎 昨天看到一個報紙啊 當然這個年輕人 本來是不需要拿出來特別講啊 可是偏偏啊 又是我們先總統蔣公 偉大的先總統蔣公的曾孫啊 蔣先生他所講的 你大概知道這樣一個新聞吧 我不知道 蔣有伯 蔣有伯 他是一個年輕人 其實我不是說拿大話來講 因為他是先總統蔣公 我們前領袖的一個曾孫 他特別對於我們現在的政府啊 非常非常大的批評 他說40年啊 最最落後的品牌啊 他就舉個例子 他說光是個颱風架都放不好啊 然後放給各個縣市政府去做 做決定 一人一把號各吹各個掉 搞得烏煙瘴氣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今天晚上明明沒有風沒有雨 馬上在八點宣布說明天放颱風架 是很扯咧 那是造成很大的社會資源的虛實跟浪費 那你把這個東西這麼重要的 交給縣市長去做決定 但是那是地方自治項目啊 這是法上面這麼做 自治項目是不是應該要參著中央給他一個 我覺得像這樣一個決策機制啊 應該要把它納入中央 就是說 至少你要辦你一個督導者的角色嘛 好啦你自治沒有錯 那你是不是要 要讓我們來來來跟你 就是至少我站在一個督導角色說 欸你這樣做 你自治項目沒錯 自治項目你有錯你要檢討啊 是不是也要選他們改正要檢討呢 我們是吧 放錯都沒有責任喔 那以後大家都反正只要看到台灣就放假了啊 不是我想颱風放假有它的規範 那過去的規範是根據風速 但是今天的災害是雨比風來的嚴重 還要加上土石流 這個風雨無情啊 沒有人可以猜得很準啊 我不是說因為猜一次兩次不準 好像啊 還有那個貪人是他好像壓縮喔 還不能放假 因為風雨應該不會進來 結果他 他也是整個晚上啊心驚膽跳了 我的意思不是說你一次準或不準 以成敗論語雄 或是說你有神機妙算 不是啦 是做事情太多 我很怕這個 這個東西你繼續這樣下去以後就怕得罪人啊 反正我喊放假 沒有 放錯了 沒有人敢罵 至少計程民眾賺到一天假 可是你會造成很多單位行政 不是行政單位 就是很多那一天的 的一些重要事情的延宕 甚至會影響到整個我們社會的運作呢 那影響是非常非常大呢 其實這個犧牲是全國的犧牲的 好部長 借這個機會 把這個 這個 先總統講公的曾孫啊 他們對政府 很不滿 當然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一點 提出來給你做參考 是這塊我們來檢討 你們行政院會一定要檢討啦 放錯了好像沒有人 不要說處分 連檢討都沒有在檢討 那是在做什麼 這政府像什麼地方自知就放人 放他們隨便放了是不是 這縣市黨就這麼大 什麼 我們就是目前啦 當然是有點消極的 我們把所有的情資 情資都會提供給他們 他們自己去做判斷 對啦 地方自知的精神 放對了放錯都要檢討嘛 檢討不是叫處分嘛 要檢討說為什麼 該放你們不放 不該放放啊 你把權力下放啊 我們錢補 補助下去啊 地方自知項目 項目這個排水系統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你們自己先錢給你呢 你錢給他你還要督導啊 你不能說他地方自知項目 我錢給你就算啊 專業上面其實我們現在是有蠻嚴格的要求的 這個這個齁 部長這 前幾次這真的是有點 我們看都看不下去齁 民眾更是 驗聲載道 剛剛那個江偉有提到酒駕問題齁 是 酒駕一定要嚴懲 這是共識嘛 以前懲罰太輕了 共識 方法要講究啦 不是用民粹在治國啦 不要人人節約可殺 啊 拖出去殺了 拖出去砍了啦 齁 這個 我們過去酒駕處分太輕 那不只酒駕喔 騎死人都沒有喝酒造成很大的 這些傷害的車禍 很多啊 你大型貨車連結車 砂石車造成那麼大傷 一發生問題 就是死人 你小校車酒駕 啊你撞到人還不一定會死呢 沙石車他縱死沒有喝酒 縱死沒有喝酒 可是有些時候造成的傷害是比酒駕還嚴重啊 所以不能只看到每天在爆酒駕 好像就針對酒駕 那其他這一塊就不管了 就固此私底 那也不能因為 好像民眾一面倒喊說 怎麼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所以我贊成酒駕嚴重 提高他的行動 這個都要 然後嚴格執行 這個都要 像這個部長你上次到中南部去 這樣親自督導非常好 可是我覺得有些地方還是要稍微審慎一下 比如說連坐 打個比方我不是反對 我說連坐 審慎一下 你同車 這個沒有勸阻 而共乘啊 不勸阻共乘 要罰三千喔 三千不多啦 這交通部提的啦 但是目前還沒定案 交通部提的 我知道但是你們開會 我昨天跟法務部長講啊 法務部長跟我講啊 那個政總部他說交通部提的 我說交通部他不懂法律亂亂提啊 法務部跟內政部你們 你必須要稍微有自己的見諜啊 我再次強調我贊成中法 不要因為民眾覺得這個很嚴重 那一定要怎麼 喝酒勸阻 人家喝酒你沒有勸阻去坐他的車子 要罰三千 人家自殺你沒有勸阻你就不用罰啦 有法律要規定說 那個人死掉 你在旁邊竟然 為官沒有勸阻 所以你們全部都罰金 人家自殺啊 這叫做 舉 眾以明清啊 人家 有人要自殺 你沒有勸阻 法律也不罰 要自殺都不罰了啊 酒下 你沒有勸阻做他的車子還要罰 打包 我們五個人去 去吃飯 講好做欸 你開車你不能喝 我們四個人喝 那已經君子約定了嘛 可是我們四個人已經喝到有點忙了 我怎麼知道你五 那個開車人有喝一點點 我也搞不太清楚啊 結果 全部都罰 這個法令不盡人情 第二個 男女朋友到 風景區晚上呢 就玩一玩 回去 男朋友喝一點點酒 也不曉得有沒有 有沒有超過 你朋友說 我不坐你的車子 不然的話 我要罰三千 造成人家感情破裂 夫妻什麼 就為了罰那三千塊 不盡人情啊 我說實在的啊 這種法 我是覺得酒下是一個文化 是一個習慣 是一個我們社會的約束力 這個要文化的徹底改變 這個習慣的改變 要一定要 不是一天兩天 又 嚴刑重法就要幫你 來解決了 就像搶劫一樣 不是啊 你搶劫 以前不是要抓到槍斃嗎 民不畏時奈何以時巨之 槍斃都不怕 怕你罰三千 我覺得這樣的規定 並不是很合理的啊 縱使要規定這樣的話 也要做一個檢討 怎麼 會更嚴謹啊 好不好 部長 時間上有限很多人要問 我看大概就這樣子啦 謝謝指教 我絕對不是替酒下來講喔 我是百分之百反對酒下的 可是有些定 立法上不能說一位啊 民粹治國 我說那你沒有欠逐自殺呢 對不對 還有更嚴重的事情 像那些連結車啦 刷子車 造勢有沒有說要加重罰者 也沒有啊 這樣其實會失去他的整個 一個很平原則 好謝謝 謝謝